肺炎疫情爆发以来 台北松山区的慈激之工 更深刻体悟病从口入 因此从家庭 邻里到整个社区 甚至走进餐厅 公司行号 推诉劝诉 舍我其谁 防疫期间积极共修举办读书会 无论是利用网络线上 还是组成小组一起来读书 坚定道心 文法精进 在生活中修行利他 行在菩萨道上 慈激之工一点一滴用爱铺路 以互生观念启发人人慈悲心 与大地共生息 待会新闻 阳爱挺温国家 华联报导